這裡嗎?對不對? 對 來 這個又掉下來 沒關係 來,我就直接一開始分享給你 謝謝,那個開頭非常好 你看其實你問時可能有11個人 大概都是從分數停下來 通常都是這樣,然後大概就是跟 瓦鍋也是一樣的 但是就是這樣子 這個麻糬幫我移開 一般他說還是要自我介紹 我基本上背景 我覺得今天這兩天 今天不是來跟大家說有個 SOP公式,然後 我以後可以怎麼選擇質疑 我覺得反而是說,我自己身為是一個 讀理工科興 剛剛也有做理工,反正應該當工程師 報紙通常都這樣寫 但是好小不小呢,去當了一個台灣 最悲慘的職業叫記者 或是說媒體人 然後呢,但是 我想今天就分享我這一路的質疑 但是我們不是去說,我應該要怎麼做 但是我覺得從我個人的質疑過程中 大家可以看 有哪些頂子可以映照到自己當初的抉擇 我想今天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背景 不知道跟大家一樣,很簡單就是說 我讀高職,後來到科大 然後到普大念書 只是普大的時候不小心把它退學掉 那時候會有一個抉擇 那後來呢,開始就在 因為經歷在台大新聞所上課 所以後來不小心變成了記者 就是時下家人 就會反對你去當的職業 那後來呢,因為 媒體跟記者的專業 跟對教育跟勞動的專業 後來開始就寫一些專欄評論 在政府參與會議 或是節目廣播主持人 經營費力組織 可是你可以發現 這中間其實都是媒體跟記者 為核心的 所以現在很多人說寫感青年 這其實不要擔心 就是你有一個核心的專業能力 然後你持續升更 我覺得職場其實沒有這麼恐怖 那我就開始 那通常我們都會先分享兩個故事 第一個是這個,這是什麼 這是我大概三年前去演講 那NT2T是什麼 又是台科大 那不是要跟大家分享說 這演講講什麼 而是跟大家分享 那一天發生什麼事 三年前嘛 通常我還怎麼猜的時候 看得出來那時候我很年輕 我現在已經找到很多了 那我去分享的時候 通常家人會去擔心你 然後就是說怕你會不會緊張啊 你去那幹嘛 帶了隻找出的隻叫黃偉哲 應該不是要去找黃偉哲嗎 家人通常都會這樣去酸你 不過通常其實反過來 為什麼會說這個呢 因為我剛剛我們其實下面有個比較 大部分都是大學體系的 一般我們 就像我們去認識學校 譬如說 我們通常都會舉台藝跟北藝 台藝北藝 你們從而去分辨這兩個學校 北藝分數比較高 通常是這樣嘛對不對 或是說國北四北啊 哪一間分數比較高 通常都是用分數分 可是你其實搞不好 今天念樂 搞不好台藝某個教授 是比較適合你的 對不對 這是不一定的啊 不一定是關渡那一間對不對 那在我們 在我們 技職領域呢 其實也有很類似的就是說 其實你 讀台科跟北科 或是跟北藝跟太陽 大家都是用分數來分啊 沒有人去說 北科他很適合我 所以我一定要去念北科 還不是都從分數停下來 所以說其實在技職校園裡面 其實也有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這個是什麼呢 第二個故事是什麼 是說 有一天我上了報紙的頭髮 那是因為我們在跟記者去聊一些議題的時候 通常他最後會回馬牆 剛剛不是有一位被訪問到爆掉嗎 在哪裡 剛剛不是有一位說他最近很常被訪問嗎 就是上電視等等 通常記者最後會有個回馬牆說 請問你還有沒有什麼要分享 然後我就開始分享到說 哎呀我很後悔讀台大 後來後悔 最後就出現這個 但那個後悔呢 我覺得這個特別來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後悔是這樣 絕對不是說 考上所謂的什麼地景志願 而是說 我根本是讀理工 那你看出來我現在是比較傾向是接觸人的 比較不是喜歡就是 顧雞台的那一種 所以說顧雞台沒有不好 可是當我知道我們這種職涯是這樣的工作模式 不管當設備工程師 甚至比較好一點就到研發等等 是帶我在實驗室 碩士班的時候 進實驗室穿無誠衣 無誠衣就是很像太空窗 在那邊面對機器 然後從早上八點到晚上十二點做實驗 我以後的職場居然是這樣子 但是這一件事 居然是我從高職讀機械 科大讀機械 然後大學還花了兩三年補習 好不容易考上自己心中的第一志願 覺得這個不是我要的 沒有人理解嗎 理解讓感受嗎 對不對 所以通常我們都會去下一個結論 其實台灣有種限定 是什麼限定 就是讓你誤以為善於考試就是你的興趣 其實這句話可以反過來 你不善於考試就等同沒有興趣 這都不一定嘛 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理工 我們其實很會算工程數學 我就其中一個 可是學工程數學跟你喜歡讀機器 兩回事嘛 對不對 所以說 這件事是促使我為什麼要做現在這件事 就是用媒體來報導機制 因為媒體建構我們價值觀 比如說馬英九 有沒有想到什麼 什麼 很好 非常好 林書豪 我想到什麼 你們都沒看NBL 那就算了 好 那就說 所以 光說 光說沒有 我們做點實驗 這是什麼 這是Google的搜尋 Google搜尋 看得出來我的右邊就是搜尋高中 左邊搜尋高直 那可以看那個媒體怎麼去見過我們高直的價值觀 比如說高中通常 就是 一般的 譬如說 有日本交換生覺得說高中生很辛苦 其實高直生也很辛苦 晚上還要留下來實習 對不對 可是看到高直就不太一樣喔 這個 如果我猜你們看不到 我念給你們聽 譬如說 難 高直生 你們是真的看不到 我念可能就像 高直生在教室 然後 深入報導 蘋果日報 像紅 高直生 十郎牙棒 在教室 你知道嗎 就是說 當然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都能理解 這是媒體對某些表現 譬如說 某一個陣子 我們台大好多情殺 然後台大都智障 對 情緒障礙 但其實不是這樣 對不對 不是這樣子嗎 所以你看這高直 在社會上 他寫出的就是 翻身 窮 或是 男生去做美髮 女生去做那種基台的 就會被報導 通常都是這樣 或讀了什麼講 然後他要因此翻身 對 真的很奇怪 我們應該不是 你知道嗎 為什麼要講高直生翻身 就代表 認為他之前 應該要被翻 你懂嗎 所以這都是一種 媒體價值觀 所以很麻煩 那 再來就是說 那 這件事呢 我就一直做 然後做報導之後 就開始會有一點影響力 可是這件事 在去年 我覺得 不只是這樣子 那 當你在職場 得到一個影響力的時候 當然是 當你到一個 轉捐點 你會發現 影響力其實只是 你認為的 並不是真的影響力 我跟你們分享 我去年 我自己募款到 我們記者有奧運 有奧運的賽事 然後去採訪 那當我們這種 記者去採訪的時候 對不對 那 因為你跑這個 已經很多年 你已經很熟了 那我們第一件事幹嘛 去國際記者室 然後就很興奮 去國際記者室 然後就有上版的記者 通常 體育奧運都是這樣子 那通常去的第一件事都是幹嘛 但是 找亞洲臉孔 看一下台灣人 那你們知道 我發現什麼事 現場 台灣人之後 一個 阿布達比 所以說你會發現 其實以前會覺得 自己報導有影響力 對不對 我可以透過自己去報導 但你會發現 你只有自己報導 沒有 因為要大眾去關注 這個整個議題 才會被認識 譬如像最近 有很多議題 去浮現出來 所以說 這件事讓我會自己去反思 我今天獲得一個影響力 但是 其實那只是我單方面的 我今天真的要觸到 這個讓記者 或讓專業技術人士 被看見 是需要整個社會人士來關注 對不對 這是我自己覺得 在我自己走的執雅 我在自己 另外再一個翻身 很翻轉 就是翻身 那就是說 所以 後來我回來 就在想什麼事呢 我就回來說 那怎麼去 除了報導以外 我們要怎麼讓社會 更認識 學技能的專業 對不對 怎麼去認同這群人 但你不可能 再用以前老調 譬如說 哎呀有男生去做美髮 誰誰翻身 或誰誰誰誰 誰去搶用 絕對不能用這種去凸顯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想 學技能的本質是什麼 對不對 所以我自己 花了一點時間打坐 沒有啦 就是花了一點時間去思考 那 要怎麼想呢 我自己在上面下的觸解 我們以前覺得 學技能 都是 賺錢啊 然後 浙缸啊 只是 譬如說 修修桌椅啊 這是我們以前 大家都會這樣想技能 可是你 何嘗 譬如說剛剛主持人 他去測這樣的一個活動 這是一種技能 是吧 對不對 所以我個人覺得 技能 我們倒不用那麼狹隱去看它 我們應該看的是什麼呢 我覺得技能應該是 從社會創新 去解決社會議題 到社會永續 你知道社會永續 SDGS嗎 如果你們不知道 我們等一下來分享 那這樣的理念呢 就是說 技能是社會創新 到社會永續 或說社會橋樑的這個 你要怎麼去想 因為這是個理念嘛 那你要怎麼做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不能只是有個想法 所以呢 我們做了什麼事呢 就是這樣很帥 我們選了一個議題 我們剛剛不是說 技能是溝通的橋樑嗎 我們今年的2018年 有個議題 在教育很厚 叫 平鄉議題 平鄉不是那種 華東平鄉 是那種在城鄉間 它不是在 不是在城市裡面 但它也不是在山區裡面 就是那種中間地帶 那這種感覺怎麼形容呢 就像 你今天去遊樂園 你身高 一百六十一公分 一百六十公分 要買票 可是很多東西要 一百六十五公分 你懂嗎 有很多學校是 是這一種 但是社會資源 都湧入到 就是 哎呀 都湧入到那種 極度的平衡 但其實有很多 真正的平衡樣 但是沒有被看見 所以我們 做了什麼事呢 我們就展開 我們就號召 立屆機職的國手 就有木工啊 各領域的 那我們 去展開一個技能行動 去改造偏鄉學校 但這個過程中呢 不是讓社會看見 技職國手多強 可以改造多少的偏鄉學校 而是透過這個技能的行動過程中 讓技能成為一個 承載社會議題的媒介 讓社會看見偏鄉 理解嗎 就像外國有很多 裝置的 這種技能的裝置藝術 他可能是指涉到勞選 對不對 指涉到某個條約 指涉到多元增加 能理解嗎 所以說技能其實是有很多附加價值的事情 那 這件事呢 我們本來以為 自己在想的一個理念 但後來我們在國際上 受到這個技職奧運 他去選全球典範的 我們被選上了 我們就用這樣的一個概念去選上 所以其實是可以想像 我們台灣對技能的思考 跟國際上 是還有很多技能 很多年的這種距離 那最後就分享這一張 就是說我們在國際上的照片 那大家看 為什麼是全台北 這個好像最近很猛 但其實我報名是用台灣 報名是用台灣 報名是用台灣 那之後我沒有辦法 那我想最後做個結論 就是我們從自己 是一個讀機械 可惜好像跟媒體沒有相關的 然後一直到現在 接觸了媒體 耕耘技職 然後從媒體 又到一個技能行動 透過不同的方式去轉換職奧 可是這個職奧的過程中 你都是用同樣的一個核心能力 我想這次今天可以帶給大家 在一個自己職奧上 如果有遺忘的時候 或許找到一個點 或一個能力 好好生根 我覺得這個一定會有幫助 謝謝